其实这真的就是Google公司做出来的 它的所有的短网址后面就都是6个字 那这6个符号可能是英文大小写搭配数字 好了 后面请输入1tzrfst 好麻烦请看一下Info键 就是为了大家上课方便 我没有一直把 像我下个礼拜是去行政院教书 所以我都没有一直把它加进去 你可以看历年来所有我的上播课程 就是因为去年年底一直到今年初 我一直在赶我的论文 所以就是卸决了好多单位的授课邀请 那等一下要请你们去下载的范例站这个课程 2022年3月3号这个课程 因为上个礼拜四我在政机会另外一个地方上课内容 跟今天是一模一样的 好因为我们只为了做一件事 到时候那边的长官做出来的简报跟这边的长官做出来的简报 一看就是要知道这就是政机会的简报 好就这么简单 这样了解吗 好所以就请你们等一下 我们要进行这个PowerPoint的简报培训的范例下载 所以在这里不要点错了不要点错了 好不要点到下一个是PowerPoint的大数据分析 好那下面还有什么以色调数据分析之类的 OK请不要点错了请点这个范例下载 如果你要讲义讲义在这边 如果你要去看一些我们做完的成品 对做完的成品就全部请你们自行带回去了 好请点选这个范例下载 不要点错的 请问得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档案的左上角 左上角这里 当游标移过去的时候 就会看到下载图示了 好您看一下 当我今天游标移过去 有没有看到左上角的一个下载图示 好请你点它一下 你点两下它就下载两次 你点三下它就下载三次 所以只要点几下 点一下 点一下就好了 那我给各位的档案全部都是压缩的 但是密码其实它也是有一致性 我等一下告诉你这个密码 这个密码它其实就是 那个 各位看得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吗 对不对 这样了解吗 其他课程全部都是哦 其他课程全部都是那个密码 所以你如果说你有兴趣想要去看我别的课程 你自己就有兴趣去看 里面已经有一百多套的课程 好接下来继续 下载完毕之后呢 这个 这个视窗我们就可以先关掉了 那这边不是有奖励下载吗 好 如果你要下载奖励你就自己去这边下载 可以吗 动作是一样的 那我就不讲了 所以请关掉 我们完成了下载这个动作是不是要把它打开 对不对 而且你要知道你下载下来的这个档案它到底放在哪里 其实它就放在下载里 对不对 因为你刚做了一个下载动作所以它当然把档案放在下载里面 所以呢 现在要请各位打开的是档案总管 就是资料夹 对不对 我们因为要先做一个解压数的动作 好 点选档案总管 也就是这个资料夹 然后请你找左上角的下载 就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叫做范例1.ar 好 然后麻烦请各位 你可能在这个地方看到是一个叫cheesit 对不对 你们的电脑 因为应该是从那天那间教室搬过来的 都是资讯室去协助 所以这个cheesit cheesit你再去找 里面应该有一个叫做解压缩字 齿好了 然后他就要求你输入这个密码 我就写在这边请不要念出来密码 但那个讲义的密码也是他知道吗 就是那一个密码绝对不会换来换去 到时候给你们的成品 如果你们需要成品 我也会给你们成品 我也会把它压缩成 因为那是你们就是我们政机会专属的 这样可以理解吗 就是那个不过坦白说 比较会问问题的人 倒不是住在跟我住在同一个岛上的人 都是住在不是我们岛上的其他人 会比较喜欢问问题就是 好了 来请输入密码 但我不是不爱回答 是因为刚好我现在整天一直在想我的那个论文的事情 那解压缩完毕之后 你就会看到有这个资料讲叫范例1 对不对 好 我要请你们知道 我今天想要跟各位介绍的简报 叫做政机会简介的这一份简报 我就只以它为一个范例 好 那我现在就快速点两下 打开这个档案 好 我现在开 不管你用什么软体开都无所谓 像我现在是用那个Edge 就是微软公司的浏览器 Edge 来去打开这个PDF档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它是一个PDF档 它是PDF档 可是我等一下我要做简报 是不是需要使用到 这一份PDF文件里面的图片 文字 图案 所以这些内容呢 这些内容你现在选得到吗 例如说政机会的一设立宗旨 设立宗旨四个字你选不到 才能把人中华民国证券即期货市场发展基金会选不到 对不对 这样可以了解吧 那等一下我们怎么使用这些文字跟图片呢 这样是不是就不能使用了 好 可是我说这些内容就是我做简报的依据 其实当我今天我要去制作一份简报的时候 它前面一定会有一份Word的文件 或者是我们叫做说明文件 因为现在做说明文件可以是Word的档案类型 也可以是PDF还有哪一种档案类型 开放资料是不是有ODP 所以你根本就不能够去限制说哪一种 反正就是这些内容就是等一下我要做简报的内容就对了 好 所以请把这个画面关掉 记住哦 你以后你要不管你要做什么简报 你前面应该会有一份说明文件 现在这说明文件是Word的 而是PDF的 好 好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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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再看進去 啊 對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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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剛剛看到了這個PDF的內容 我們剛剛看到了這個PDF的內容 它裡面 你任何滑鼠游標 你都不能選到 好 圖片文字等等這些元素 那這時候你要怎麼辦 因為這些都是我製作簡報的一個元素 好 就是我要使用到裡面的文字跟圖片 那我們來看一下 請問一下 在你的電腦裡面 Word可以開啟PDF檔 你知道嗎 不知道 可是我們現在就要來做一下 請問一下 Word 我剛剛講是不是說明文件 可能它的形式是Word 因為真的在大概20 2018年之前吧 所有的那個政府機關的招標文件 可能提供的有Word 有可能有PDF 可是後來之後呢 就是研考會就促請大家 大家就是說 盡量提供開放 開放元的這個文書處理軟體 的檔案格式叫做ODT 所以呢 就又再多了這樣子一個ODT 那我們這個Word 它是不是會一直不斷的進步 所以 它可以打開Word的文件 沒問題 它也可以打開ODT的文件 沒問題 它也可以開啟什麼 它也可以開啟PDF文件 它也可以開啟PDF文件 主要是因為有需求 這樣可以了解嗎 主要是因為有這個需求 其實 在2016那個 那個時候呢 基本上都不太 之前的那個Word軟體 都沒有這些功能 可是之後就有這樣子的需求 好了 那請問一下 Word如何開啟這個 政機會簡報 政機會簡介 的這個PDF檔 所以有人就用防鼠右鍵 然後開啟檔案 對不對 我太建議你用這邊這個方式開 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來開 就是我們先打開Word 在開啟旧檔 打開PDF檔 可以嗎 這是不是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好 那我現在告訴你的方式是可以的 你可以透過選擇其他應用程式 例如說 Word 對不對 好 那是第一種開啟 這個 用Word開啟 政機會簡介PDF檔的方法 第二種 而且最簡單的方式你不要忘記了 我們先打開Word 所以請在搜尋 左下角這個搜尋 我比較喜歡用搜尋 用搜尋的好處就是 它會把你經常使用的 經常使用的軟體 放在這個地方 好 那請你就輸入Word 可以嗎 請你輸入Word 那如果你有就不要客氣 就直接點它 知道嗎